现在是飞兰的代表 接下来是飞兰的 拉罗拉利批斯特 好 下面上场的是今年的 欧锦赛女单亚军 去年的女单冠军 芬兰神手列比斯托 在温哥华冬奥会上获得第六名 本赛季他的短节目音乐 来自于英国作曲家 凯尔詹金斯的幻想之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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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选手列比斯托 这套节目呢 有惊喜也有遗憾 惊喜就是他做成了 后外点兵三周 结后外点兵三周 遗憾的就是阿克萨两周 落冰的质量 双手扶了冰面 用回放中看一下 如果他的重心已经不在两脚上 那么就会判为跌倒 这是他第三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了 前两次分别是 08年的第八名和09年的第六名 本届是锦赛女单项目 芬兰有两个名额 派出的是今年的全国冠亚军 先来看他的后外点兵三周 这个跳的距离很远 接后外点兵三周 做得很漂亮 再往下试 现在我们看到了 是这个连跳的 另一个角度的画面 这是他刚才阿克萨两周 落冰失误以后 他的教练的反应 后外结婚三周跳 做得还是不错的 周数一定要够 这点他是没问题的 但是之前安藤美吉很遗憾 跌倒那个动作周数不够强 好 看了我冰 还好 这个动作应该不会被判摔倒 因为他 他双手扶了冰面 但是他大翻身的时候 他还要是有一只脚是在冰面上 只有当身体的重心 已经不在两只脚上的时候 才会被判为跌倒 对 他没想过 他已经不在乎 他会被判为 把萝兰战号 但他在乎 他会被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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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会被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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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但是没有被判为摔倒 胆筋目是64.30 目前排在第二 这个成绩不错 目前仅次于 刚才比完的浅田真央